凤凰美洲新闻 由飞达教育 美高美本名校直通车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让您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麦当劳 联合赞助播出 全新Highlander助力您的冒险升级 您的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阿里斯特朗普穿梭摇摆州 进行最后拉票 美国大选结果恐是数日 才见分晓 奥克兰民众集会 呼吁罢免市长和地检官 各位好 欢迎收看2024年11月4号的 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小时 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大选即将到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都选择在大选投票日前的最后一天 前往各大摇摆州密集拉票 进行最后的造势 美国全国平均民调显示 两人现在支持率打平手 均为48.5% 特朗普当地4号早上 在北卡罗兰娜州举行集会 呼吁选民善用手中一票 将民主党逐出白宫 特朗普当地4号早上 在北卡罗兰娜州举行集会 呼吁选民善用手中一票 将民主党逐出白宫 特朗普批评 自拜登上任总统以来 偷渡到美国的人数 像火箭一样攀升 他扬言会推出兴建边境围墙 以及向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等严厉政策 北卡罗兰娜州拥有16张选举人票 上届特朗普在这里显胜 他已经连续三天到访这个摇摆州 争取游离选票 特朗普同日下午随即造访宾夕法尼亚州 他在这个关键摇摆州 出席两场活动 随后到密歇根州举行造势大会 大选气氛带动特朗普的 社群媒体公司股价飙涨 他所创办的真实社交网站 西姆公司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价 在4号飙涨16% 令使特朗普的资产净值 增加了约5亿美元 至于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4号走访了民主党传统根据地 争取支持 冠斯先到威斯康星州城市 拉克罗斯出席集会 他强调每一票都非常重要 管斯随后到了密歇根州 他批评民主党失职 无法提振经济 使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威斯康星和密歇根 原是传统的蓝墙州 但两周在2016年大选当中 均由特朗普拿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登场 美国媒体普遍预测 今年的大选结果 可能像2020年一样 需要等待几天才能揭晓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摇摆州份 哈里斯在宾西法尼亚州的第一站 西克兰顿发表演讲时 不点名地批评特朗普 制造政治分化 令人感到孤独 哈里斯呼吁要促进共融 但它们做了 跟这些论谈 都在试图中 准备要让我们 咱们咱们咱们分析 和分析 它让人们感到疯独 它让人们感到疯独 像没有人站在一起 她承诺解决问题 寻求共识 哈里斯其后前往以西班牙艺人为主的城市阿伦敦发表演讲 她为自己对波多黎各及其人民的长期承诺感到自豪 她其后在雷丁到访一家波多黎各餐厅 哈里斯随后就会到匹兹堡 最后在费城举行大型集会 并有多位名人为她站台 宾夕法尼亚州有19张选举人票 由于得宾夕法尼亚州得天下 哈里斯选择在这个关键摇摆州做最后冲刺 在2020年大选中 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击败特朗普 重夺了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希望能守住这个州 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 同一天在威斯康辛州拉票时表示 她对大选的结果充满信心 认为将会选出哈里斯成为新一代领袖 沃尔兹又指出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安全的选举系统 其他国家都在关注 她对国家选举系统投下信任票 需要回应共和党总统护选人特朗普 多次声称部分州的投票系统 容易出现欺诈情况 另外 哈里斯竞选团队主席迪隆表示 大选投票结束后 可能要好几天时间才能知道结果 预计威斯康辛州主要的投票结果 将于美东时间6号早间出现 而北卡罗来纳州和佐吉亚州的投票 将于6号深夜有结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在加州湾区地方选举中 罢免奥克兰市长顺陶 和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 关善真的两个提案惹人关注 澳号 奥克兰市长 社区民众和受害者家属代表 在县政府大楼前集会 号召民众支持罢免提案 来自奥克兰中国城商会 蓝天使一工巡逻队 商户居民和受害人代表 同声控诉阿拉米达县地检官 关善真 前一名为普瑞斯 不能履行职责为受害人辩护 反而是为罪犯开拓的行径 当罪犯是没有严重后果的话 他们会继续犯案 最大的问题是 他针对的都是我们社区 老药妇孺 一般小商业 所以希望鼓励大家 来到这个首页目一定要投票 弗吉尼亚尼希塔的先生 当初为某新闻媒体团队 当保安时被人枪杀 他控诉地检官关善真 让谋杀案件中的嫌犯 提前出狱或止短期服刑 在法庭审理中 受害者家属难以获得公平对待 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起伏不定 还有华裔民主代表认为 盛陶作为奥克兰市长不作为 也应该被罢免 此外也有反对 罢免圣陶和关善真的人认为 罢免公投是浪费公共资源 是绑架选举的行为 方航卫视刘海平谢维 奥克兰报道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 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在2024年大选前夕 根据PBS新闻NPR 和马里斯特4日公布的 联合民调显示 副总统哈里斯 在全国范围内 领先前总统特朗普4个百分点 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 哈里斯的支持率为51% 特朗普为47% 最新民调显示 两位候选人 在不同族裔群体中的支持率 有所变化 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中 以54%对45% 领先哈里斯9个百分点 而哈里斯在非裔和拉丁裔 选民中的支持率 分别为83%和61% 都比拜登在2020年时的 支持率有所减少 另外在性别方面 特朗普在男性中的领先优势 从10月的16个百分点 下降到4个百分点 而哈里斯在女性中的领先优势 则从18个百分点缩小到11个百分点 据美国广播公司获得的最新报告显示 全美各地的选举工作人员 正面临大量威胁 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 正在投入大量资源 以确保选举期间的公共安全 纽约市警察局情报部门 周一发布的文件 概述了选举日当天 可能面临的各种威胁 包括来自外国政府的虚假信息 和可能的暴力风险 评估报告称 潜在目标包括选举人员和政府官员 竞选办公室 以及与投票相关的地点 基础设施和技术 评估还援引美国司法部 9月的一份报告称 截至4月 联邦调查局已接到超过 2000起针对选举工作人员的威胁 并对其中至少100起非法行为 展开调查 已有20多人被起诉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官员 日前表示 前总统特朗普在过去5年里 已欠下该市近50万美元 当地民主党市长蒂姆·凯勒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特朗普在2019年 与该市大都会区 里奥篮球到圣安那新中心 举行集会 留下了21.1万美元的 公共安全费用并未支付 而经过5年 这笔欠款加上利息 已累积至44.4万美元 而阿尔伯克基只是 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举办竞选活动后 欠款的众多城市之一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特朗普过去几年 在十几个城市的集会活动后 产生了数万到数十万美元的 未支付费用 导致地方政府承担意外开支 预算超值 目前阿尔伯克基市长办公室 已将账单寄往特朗普 在纽约和海湖庄园的住所 并委托一家催收公司 追讨欠款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 日前报道 由于担心 无论谁胜出总统大选 都可能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 越来越多的美国高输入人士 正计划移居海外 对第二本护照 或海外长期居留权的需求 长下新高 报道援引调查称 53%的美国百万富翁表示 有可能在大选后离开美国 这种倾向在年轻一代中 更为明显 报道指 美国富人群体此前通常 是出于养老旅行等非政治原因 选择海外移民 然而目前的大选和政治气候 加速了其考虑移民的步伐 业内人士称 富人担心特朗普落选 会引发暴力或哈里斯 增收富人税 移民原因还包括 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 犯犹太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等排外现象 和歧视心理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周二到周日在上海举办 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从小而美的消费新品 到高精尖的前沿科技 来自全球各地的监货 新品叙事待发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扩大非洲产品专区面积 助力更多非洲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 展示特色产品 汽车展区 展示未来出行的关键要素 集中技术装备展区 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 升级人工智能体验区 消费品展区 集中展示人民对智慧绿色生活新风尚的向往 目前 新品发布平台已准备就绪 进博会期间将举行124场发布活动 170多件新品将悉数亮相 港产大雄猫龙凤胎 出生于两个多月 香港海洋公园发布两姐弟的互动画面 从最新画面所现 两姐弟的体型相弱 姐姐躺在床上时 弟弟频频贴在姐姐的身上 海洋公园表示 由于姐姐与弟弟接触前 由妈妈影影照料 身上仍然保留妈妈的味道 因此 弟弟嗅到味道后 才一直追着姐姐 在台湾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被指控图立财团收贿 遭积压进线两个月后 又遭法院裁定 延压两个月 民众党至少要面临整整四个月 群龙无首的困境 党内有声音 呼吁由现任立法院 党团总召黄国昌赞代主席 柯文哲目前只向党中央请假三个月 若一旦期满 仍遭积压 依照民众党党规 党主席因故无法履行职责 党内就必须推派代理主席 或是重新改选 届时民众党内有可能会出现一场 权力争夺的风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全线收跌 投资者观望总统大选 以及美联储议息结果 股神巴菲特的投资旗舰 伯克希尔哈塞韦继续 减持苹果公司股份 苹果股价下跌0.4% 英伟达或纳入道指成分股 收涨0.5%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是已开盘 是好会三半开出 随后全天都是债富反富 出盘日三大指数都是下跌作手 星期一投资人开始高度 关注就是总统大选 即将从星期二开始 有些日常已经做好了 可能会是选情激化多天 都没有结果的 这个最差的结局出台 所以从投资策略方面 都是建议投资人 采取防疫的心态 另外就是针对 无论是哪一个候选人 入住白宫 可能都会收益的一些行业 从长期一 现在应该是投资人 注资一些行业 其中包括小额股 以及网络安全公司类的产业 以及一些民生股 科技类股早是开盘式 呈现了一度反财上升 推升纳指 债幅走高 但是收盘时 也是遭到投资人的 获利回土抛售 成为下跌的走势 标普500指数 11大产业股当中 升幅最好的 要算是能源类股 因为是油价出现反弹 房贷 原材和民生类股 呈现走高 而跌幅比较大的 要算是公用和电信公司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纳指和道指当中 跌幅最大的股 是英特尔公司 主要是有消息传 从下星期开始 英特尔将会撤出 倒指30个成分公司的行列 而由英伟达取替 所以英伟达今天 是略微小幅反弹 在盘中升幅1%左右 但是接近收盘 也是遭到了 获利回土抛售 另外呈现走低 就是苹果公司 因为就消息传 股神巴菲特第三季度 又抛售了 它所持有的25%的股票 所以现在投资人 开始猜测 苹果的盈利前景 以及在推敲 巴菲特抛售的用意 另外呢 也是在这个星期 还有联储利率即将公布决定 所以市场也是高度关注 认为即使总统大选 引发市场抛售 联储持续降息的政策决定 可能会为打盘拖底 首发市 现时经常债收益是4.29% 油价上升2.85% 是71块4毛7亿桶作售 而金价是略微小幅的回落 0.03% 2748.50美元一盎司作售 以上是先机一情况 凤凤威智旁者 你有业报道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全球财经指数 全球财经指数 社区方面由市门医院基金会 亚裔咨询委员会筹办的 第七届关爱药师门慈善晚宴 在温哥华举行 活动旨在通过筹款 为市门医院的患者 线上关爱与支持 第七届关爱药师门慈善晚宴 不仅是一场美酒佳肴的年度盛宴 更通过包括节目表演 现场及线上拍卖等 不同的活动环节 为市门医院癌症护理中心的扩建 以及更多先进医疗设备的添置 提供支持 晚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 就是Fashion Show 每一个参与的人 都是我们很大的Donner 他们捐款走秀 所以呢 替我们会募捐很多的善款 关爱药师门慈善晚宴 作为大温哥华最受瞩目的慈善活动之一 每年都有众多社区领袖 和长期支持者前来参与 今年的晚宴吸引了超过300位爱心人士 并得到了众多企业的赞助支持 最好我们也能够带动其他的企业 还有大家就是所有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们 一起来助力这样一个大型医院建成 给我们西北温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那我也是作为基金会青少年的活动的辅导老师 那么也看到这批年轻人在这一年中的成长 那么希望大温地区有更多的优秀的年轻人 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为社区做贡献 最后晚宴共为师门医院基金会 筹得超过24万家元的善款 凤凰卫视 安中 苏惠文 一鸣江 温哥华 报道 第36届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 继第6届亚洲电影节金钻奖新闻发布会 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本次大赛由美国南加州经贸文化协会 与DJM3艺术教育联合主板 这场结合了美丽 青春 艺术与文化的盛会 吸引了众多嘉宾和赞助商的关注 为即将在12月11日举行的总决赛 本届大赛的参赛者年龄在15岁至25 来自纽约 旧金山 拉斯维加斯 圣地亚哥和波特兰等地的选手 在各地预选赛中展现出了才艺 并为即将到来的总决赛 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 参赛者们不仅展示出美丽与自信 更展现了亚洲文化的多元化魅力 诠释了亚裔女性独特的风采 这一次活动呢 我们是包括从16岁到28岁有四分之一 亚裔系统的亚洲女性都可以报名参加 我们的亮点呢除了有传统的冠亚军和单向比赛 很多优秀奖 最佳才艺奖 另外还有网络人气奖 所以呢我们还会通过TikTok转播直播 还有邀请很多网红 所以这次活动不光是线上也包括线下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亚洲女性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此次大赛的评委包括多位时尚 舞蹈 声乐 电影 及艺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 他们不仅为大赛的评选提供了专业保障 也将其独到的艺术视角和文化见解带入评选环节 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综合性与艺术价值 评委们的专业性与多元背景为选手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 开拓视野的平台也让本届大赛成为展现亚洲女性才艺的盛典 作为新的媒体公司在比伏利山庄 我也是在那边在拼打的一个华侨 我们面临那个新媒体和跨界的时代 希望年轻的优秀的孩子们 就是发现自己挑战自己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ACCA Gorgeous Beauty等赞助商的支持 为大赛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出席发布会的嘉宾包括亚凯迪亚市议员王爱玲 蒙市前市长林达坚等洛杉矶政商界代表 及行业知名人士 主办方表示将与各地参赛者 评委及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共同努力为观众呈现一场 充满亚洲文化韵味的选美声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工商方面 南加州知名的研究型教育机构艾瑞新学院 日前举办成立20周年禁电活动 即艾瑞新家族办公室成立一时 艾瑞新集团创始人王峰博士和任天和女士表示 自成立以来 艾瑞新学院已致致力于培养学生 对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的热情 20年来通过自由生数学理工教育 深入系统的数学课程 为学生赋能STEM才能 并以此选择前景广阔的职业方向 和改变未来命运 这个实际上美国的数学教育 从数学教育方面 它会就是比较差的 或者它教的内容比较多 比较广 但是深度非常的浅 所以从我们来讲 因为我本人是一种数学的背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为美国的青少年的中小学 对数学教育做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就开发了一些课程 就针对这种美国的中小学的学习 就是关于数学方面 就是给他们加深 就给他们在深度方面 就会做很多的提高 艾瑞星近日隆重推出的 NextGen Prosperity Inc. 艾瑞星家族办公室 是艾瑞星集团继续服务 学生家庭的一项新计划 致力于指导经营家庭建立和发扬 家族优良传统 有效地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事业和格局 在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中创造财富 并管理好财富增长 回馈社会 继而进一步增长财富的家族传统 任天和表示 随着艾瑞星家族办公室的成立 我们正在扩大自己的使命 为学生家长及整个家族提供全面的支持 我们现在是从教育项目 扩展成这种家族 叫做家族办公室 扩展成一站式服务这些家庭 那在这些学生从我们这边上完课 然后考上好的大学之后 他们也会面临说将来具体职业的选择 将来创业的一些需求 然后同时的话对于家长 开始进行他们的那种退休规划 然后我们有一个创投基金 我们也有一个这种商业房地产的投资基金 这样的话帮助这些家庭全面的规划 他们的财务和家族传统 多位当地政府官员及代表道场诸贺 并向艾瑞星集团颁发奖状和贺状 其中包括加州众议员戴安·迪克逊的代表 成郡郡长唐纳德·瓦格纳的代表 呈现第三选区督岛官社区服务主任萨利·康如埃 森林湖市市长马克·泰特默 代表成郡第三选区主任的森林湖市代市长斯考特·乌伊兹 森林湖市众议员于淼 和森林湖商会主席马力·维斯康蒂等 应邀前来参加祝贺的嘉宾还包括艾瑞星集团的合作伙伴们 美国借贷中心和名市银行的创办人沈仲 呈现华人协会的主席萨拉扬 以及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陈勇等 在场多位艾瑞星资深家长表示 他们的孩子都曾是在艾瑞星学院学习 培养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 进而进入一流名校如斯坦福 麻省理工 加州理工 普林斯顿 芝加哥大学等 有的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 在从事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创业 谢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个地方关注感 壮才有点减暖 小时的同心 您用照片 感谢收看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消息 明天请继续锁定各节新闻 祝您晚安 凤凰美洲新闻 由飞达教育 美高美本名校直通车 纽约人寿传家之宝 让您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麦当劳 联合赞助播出 全新Highlander 助力您的冒险升级 您的南加州Toyota经销商